今天是5月12号 周日 A股明天就要开盘了 中国股市进入了技术流市 A股迎来了一个非常好的阶段 那我们股民如何在这个时期抓住重点 中了钱呢 主线究竟在哪里 这期视频我们重点来讲一下A股的核心品种 如果你抓住了核心品种 我相信一轮行就下来 大家能够赚的蓬宝满 那问题来了 核心品种在哪里呢 大家在这些问题就盘面作为一个技术解读 在讲之前评论区一波巴巴巴支持一下 感觉A股的走势没有港股走的好 港股已经走出了一个流市的加速的行情 对吧 你看恒生指数啊 越走越强 而且周五的话出现一个货量上涨 有资金在大量的入场 大量的少获 所以他走势啊已经步入了一个流市的加速 那随着港股的走强 我们A股的话 近期的上证走速啊 表现也还是不错的 也是走出了一个流市的行情当中 整个来说 中国股市已经走出了中长期的下跌 所以后面接下来有调整 有撒跌 就是机会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重点 那么大家是不是发现问题 在A股这一轮的上涨过程中 指数已经到了3154了 但很多人还是在亏钱 甚至很多人说账户 回到了2800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的节奏不对 你的焦点没把握住 你的主线没有住 那主线到底在哪里呢 其实你会发现A股在轮动 大金融 银行证券 中指头 北九 房地产 这些都在轮动 所以你去追高的话风险是比较大的 一追高基本上都被套 我在前期跟大家说过啊 这种行情下其实最好办 就是说到行情启动的时候 我们有助其中的某一个主线 某一个重点 反复做滚动做就行了 没必要这里开一枪 那里开一枪 这里吃一口那里吃一口 其实如果你节奏保护不住的话 你在这里吃了一口 在那里很可能就亏回去了 反复折腾不仅全面撞到钱 甚至怎么撞了指数还亏了钱 大家觉得是还是不是 所以很多朋友经常跟我说 哎呀这个指数长得这么好 为什么我就撞不多钱 我还在亏钱 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你的节奏我们做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说重点 A股如果在这里出现一波强势行情的话 主线究竟会在哪里呢 后一问啊 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才是重点 那从题材的反应来看 汽车加科技是核心品种 是一定要咬住的 包括近期有资金参与的新能源方向也是重点 所以我觉得咬住这几个方向 哪怕这一段行情涨了3500 涨了4000 你也有机会是吧 吃到大肉 因为你只要咬住的核心才能够享受大盘上涨带来的盛业 对不对 那有人会说的 哎呀科技在周五在调整科技这一段时间不行 科技怎么样 那我告诉你这段时间科技里面的核心在哪里 如果你抓住了科技里面核心 你赚到钱吗 肯定赚钱 赚到你盆满波吗 这段时间科技里面核心在什么 低空经济 但是低空经济的话 你要抓住重点 你帮助结束 低空经济的话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在这一轮上涨的时候 可能很多没反应过来没赚到钱 那在你的调整的时候我说不是重点讲过 我说这里调整不可怕 调整就是给了机会 给大家上车机会 所以接下来大概就找什么 n型上涨 对不对 跟大家说这个n型上涨 你在这个位置你去低吸取潜伏 这里拉起来拉前高附近 拉了前高附近怎么办 拉到前高附近 我们就可以撤退了 我们就可以减仓了 我们就可以落单了 哎这个节奏不就出来吗 前不就撞到了吗 当然有人会说那这个位置 高位震荡了 怎么办 后面会不会继续涨 后面会不会涨 我不知道 但至少如果在这个位置 什么进场的 在这一段上涨的过程中 大家是获利的获利比较大的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落单 可以考虑是吧 可以考虑先减仓 没有毛病 好 那除了低空经济之外 市场的科技方向表现比较强的 还有谁 毫无疑问 人工智能 华为相关概念 人工智能 我一直强调大家要注意要重视 很多人还是不理解 为什么说一定要咬住 要重视人工智能 现在全世界都在大力的发展 人工智能 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新赛道 不能说新赛道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关口 所以我们不能缺席 我们一定要跟紧 一定要咬住 想想在五级时代 我们有没有落后 在四级时代我们有没有落后 其实我们中国在科科技行业 尤其是在芯片行业 是落后外国优秀的 国家很多的 对不对 那近年我们赶了不少 赶上了不少 那是相比起来还是落后的 所以我们在新赛道 人工智能方向 不应该再拉后腿了 国家也多次的强调了 多次的说了这个方向 因为什么大力的发展 所以人工智能板块调整就是机会 调整就是给大家上车的机会 这么一讲 大家是不是清楚 是不是明白了 所以大家操作上面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 一定要咬住 而且人工智能板块个股的话 反复炒作 它的股性比较活跃 也容易出流股 容易出腰股 所以你抓住重点 抓住掉点 你就能够吃着肉 你看周五的话 有多支票出现涨停 但你看这些涨停的票 很多都是什么 第一位补涨的 所以他在轮动 你只要抓住这个重点 抓住这焦点就行了 你只要不追高 不是轻的去顶 我觉得你找低位的人气票 低位的这个补涨票去 问题都不大 这是他一定要注意的 而近期的时候 扣卧师 你看越走越强 这个走速 而这个个股走的 是不是非常强劲 对对 整体来说 人工智能方向是 焦点重点要要重 但科技不仅仅是人工智能 还要包括近期强势的什么 卫星导航 这个 新啊 这个什么 包括AR这一方向 都是值得注意的 好 另一个核心就是 性轮车汽车方向 汽车了 说了很多回 说了很多次 周五的话 汽车 这个性轮车跌了 很多人认为这个汽车 又不行了 哎呀 汽车又怎么样了 但我告诉你汽车 也是我们高层重点 什么扶持的行业 因为我们的性能源车在全球 是占据一定的优势的 所以啊 我们去跟他拼传统的汽油车 财油车肯定拼不过 但是这个拼性能源车 我们的产业链是比较完善的 比他们是更具优势的 所以啊 现在我们国家大力发展性能源车 也是有这个 考虑在里面 另外一个利好比较多 最近啊 这个利好特别多 一个是已旧换新 新轮车已旧换新 那就加速这个什么汽车的这个 销量 另外一个就是很多的大城市 尤其是像深圳啊 这些大城市 以前的车牌是现满现耗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 他开始松绑了 所以啊 大家在 这个阶段一定要有助啊 这是给了机会上车的时候 当然新能源车 他也是属于轮动轮换的 就是近期啊 这个个股啊 也是属于轮动轮换 你看周五的话 党国居前来换大涨票 他像基层 像星光啊 像这个一个像这个什么啊 俊 俊顶达啊 这些啊 其实他都是什么 近期 刚刚出来的 近期刚刚启动的 所以他也是所谓轮动轮换的 对新能源车这个方向 票很多 不要追 不要去顶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 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可以去是吧 重点的留意和跟踪的 在后面啊 大家操作上面 只要记住一个细节 市场对这个方向 这个热度比较高 那么一些调整比较充分的票 到支撑位了 我们可以反复的去炒作 比如说这个票前期大涨了 进去回踩到长支撑位 或者二次线 三次线 只要他趋势不变 他是所谓多头的流失进攻信号 我们可以反复的去做 哪怕是做一个插架 做个踢也可以 只要你有助的 很有可能吃到肉 吃到大肉啊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就是与这个汽车相关的 就是无人驾驶啊 这些方向啊 也是需要注意的 无人驾驶的话 个股他的走势啊 是比较活跃的 容易出大涨的票 所以这个方向的话 整体的这行情 我们可以跟新轮车一样来看 你看周五的话有两个票涨停 一个是雷克啊 还有一个是这个星光农机 其实这些位置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如果你能把握住这个 这个上车的节点 还是有机会吃了肉的 当然啊 与汽车相关的就是新来源方向 新来源方向重心就在于 离电池和电力电力设备等相关板块 所以我们要揉住这些方向也没问题 离电池的话在周四啊利好加速下出现上涨 周五的话出现压盘 但整体来说这个方向啊 我觉得个股位置并不是很低啊 并不是很低 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 重点的留意和跟中的 可以去咬住的 在 呃 这个方向的话后期啊 有些票可能会脱颖而出 形成一个什么 形成一个 呃 强势的爆发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你看周五的话又有多支票 属于大涨的或者说涨停的 像百合花呀 远东啊这些都涨停的 那从市场反应来看 这个核心啊 重点是在百合花 百合花进行时出现一个5板 那下周的行情就很重要了 下周能否出现弱短墙能够出现加速吗 整体来说啊 这个方向是一定要注意的 离电池相关的就是电力的电力设备了 对不对 这些啊 我觉得也是实在重视 尤其是电力设备啊 你看 对吧 位置是比较低的 另外一个周五的话 涨停的票也比较多 这个方向个股的话波动性是比较大啊 然后近期的这个热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啊 大家也是特别要留意 特别要重视的 对于A股的整体行情是明显的越走越好 对呀 行情启动后 我们咬住主线抓住焦点就能够 吃肉 吃肉 甚至吃大肉 这里我最后再提醒大家啊 科技也好 汽车也好 包括新能源也好 他们都是有资金推动的 都是有利好加持的 所以他们有机会走的更远 我前面给大家讲过 一个板块 想要大涨 想要走流 必须具备两条件 一个是什么 有资金 一个有消息面配合 另外一个有资金推动 打造出赚钱效应 偏偏这几个方向都具备 尤其是在这几天啊 这个性能源方向利好比较多 尤其是这个离电池啊 还有性能源车啊 这些方向利好比较多 我觉得大家短期是值得 特别的重视的 就比如说性能源方向啊 新增不是出现了一些利好吗 关于这个限购的 关于什么 关于这个买车不用社保的等等啊 这些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利好 所以大家抓住就行 好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